你救我 救我 你救我 救我 救我 大家好 我是人妹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 由韩国国民女生林云亚 主演了一部喜剧灾难电影 极限逃生 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下 在灾难来临之前 总会或多或少发生一点故事 而这部极限逃生 若不是在豆瓣排行榜第一位 我很有可能会看不下去 就要把它关了 等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 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韩国那么小的地方 怎么拍出来的电影 都那么让人佩服呢 故事开始 永南是一位非常热爱攀岩的热血青年 他为了锻炼自己的臂力 每天都在公园里面练习单纲 还收获了一大批中老年粉丝 不过也有小朋友认为 他的女朋友是玩单纲摔死的 所以他才这么拼命的和单纲较劲 这其中就有个孩子是永南的外孙 因为他整天和单纲过不去 被外孙的同伴 认为他是社区里的傻子 搞得外孙很没面子 不愿意在同伴面前承认他这个舅舅 此时一条短信打破了尴尬 永南的应聘再一次落榜 因为他们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 导致了现在在想找份工作 非常的不容易 永南为了在家里面不白吃白喝 他承包了家里面 刷完洗地的工作 而再过几天就是母亲的七十大寿 父母想在饭桌上 给多年未见的亲戚朋友 介绍一下他的儿子 但永南却没有能让父母 拿出来炫耀的东西 大姐怕永南在穿着有味道的衣服 和邋遢的打扮 出现在母亲的七十大寿上 就连夜赶回来掏了五千块钱 让永南去把头发理一下 又把他存放在衣柜里 已经发售的西装洗了 但当他打开衣柜 看见永南放在衣柜里的攀岩工具 又气不打一处来 把弟弟臭骂了一顿 他把大姐轰出去以后 看到这个彩色的锁扣 回想起了他日思夜想的永儿 他和永儿是大学同学 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不知道这小子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打探到了永儿是在一家酒店工作 所以他就趁着母亲搞七十大寿 不远百里把宴会设在了永儿所在的酒店 在母亲大寿当天 永南又看见了外孙 本想召唤外孙到他旁边用餐 但外孙似乎对他的呼喊不屑一顾 很明显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饭桌上永南的表妹不停地追问永南是做什么工作 永南被奔生气了以后 敷衍地跟她说 除了吃就是睡 谁知道这个表妹对这种生活无比的崇拜 见人就跟别人介绍永南的现状 不知道是高级黑还是真正的崇拜 不过看这么纯真的孩子 应该不会有别的意思吧 吃完饭以后 在家庭合照中 酒店的经理给他们一家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和最崇高的敬意 就在永南被兽心点蜡烛时 无意中抬头看见了永南 两人拭目相对了半个钟头 打火机都快烧爆炸了 别人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多年未见的情侣 原来永南在上学期间就对永南表示过爱意 被永南委婉地拒绝了 之后他要死要活地哭了半天 永南只是觉得他家离酒店很远 突然在这里看到他感到惊讶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他们需求结束以后 永南的两个姐夫即兴发挥了一段舞蹈 以表示对岳母的热爱 我个人很喜欢韩国的这种转化 无论是婚礼还是别的喜庆合论中 总有一群经验重量的疾病表演 让人大饱有毒 每个人的内心里面 或许都会有一颗狂野的种子 只不过没有一种合适的场所释放出来 话说回来 酒店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 而他们的庆祝活动 此时正处于高峰时期 做过服务员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在最后一桌没有走完之前 会留下两个人负责后续工作 经理利用职业便利把永南留了下来 等其他人都散去以后 经理便对永南实施了职场潜规则 还好永南不是那种拜金女 没有同意经理的诉求 此时镜头一转 开始步入正题 一辆专门有毒气体的卡车 缓缓地开进了一处人烟稀少的街区 车停下以后 司机把钥匙别断 堵住了钥匙孔 还把卡车的方向盘拆了 接着他打开了车上的灌装气体 一鼓鼓浓烟 开始向周围覆盖 都2019年了 一些年轻人看着街上布满的浓烟 都觉得很稀奇 纷纷拿起手机开始自拍 没过几分钟 那些被煎沫在浓烟里的人群 开始口吐排沫 重群地倒下 酒店外面已经是失红遍野 酒店里面还跟没事发生一样 永南的母亲 还在尽可能多地打包食物 永南为了避免这一幕被永南看见 甚至用打包犯罪来阻止母亲打包 毕竟他已经在永南面前吹过 他现在的工作是一家公司的科长 谁知道这次永南突然出现 给他母亲递了很多打包袋 顿时让永南觉得无敌自动 此时随着外面的烟雾 不断地扩散 一些司机也因为吸食了酒 如何气体 使车辆失控 重含加物战 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 酒店里面也受破大影响 让他们感触到不安 以为是朝鲜打过来了 想要尽快逃离这里 当他们出来以后 外面已经乱成一个州了 车祸不断地发生 大量市民被浓厚的烟雾追赶 很多人面目挣扎 纷纷纵重炉倒下 他们看见外面发生的灾难 只好跑回酒店里面避难 此时大姐刚从地下室里面出来 他真的以为是朝鲜方面打过来了 坐在车里 心急火燎地催着永南上车 永南是与他向后面看似 他才知道已经跑不掉了 大姐赶紧从车里跑了出来 他没注意到脚下的台阶 是整个人泡在了烟雾里面 而永南是惊讶的毒苗 永南的父母 迟迟看不到儿子 显得特别忧虑 就在这时 永南逼着大姐上来了 大姐因为接触到烟雾 呼吸困难 说不出话来 慌乱之中 姐夫拨通了急救电话 他们跟接线员简单地描述了 中毒的症状以后 永南走到窗前 看了一眼外面 仅仅几分钟 外面的毒气 就已经覆盖了几个楼层 而且毒气还在不断地向上爬升 照着目前的情况发展 他们所在的楼层 很快就会被淹没 所以他们现在 只能尽快爬上天台 等待救援 等到他们费尽全力 跑到天台的入口时 却没想到天台的入口 已经被锁死 而且钥匙还被经理弄丢了 眼看着烟雾顺着楼道 急剧向上攀升 情况十分危急 他们现在只有跟时间赛跑 下楼却无目的地寻找钥匙 此时电视里正在播报 这次毒气的危害 政府已经确认 毒气接触皮肤 会烧伤皮肤和眼球 如果呼吸道损伤 会在几分钟之内死亡 虽然政府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但今年发放了最新的防龙面具 可以过滤掉毒气 可是只能维持15分钟 建议使用10分钟 就要换掉过滤器 经理得知防龙面具有用时 他就偷偷地把防龙面具藏了起来 后来他听到别人要用防龙面具 去一楼拿钥匙 又无私地把防龙面具贡献了出来 等他贡献出来 别人又不愿意去了 真是让人觉得无比的操蛋 这时新闻又开始播报 政府已经出动救援飞机 开始救援被困在天台上的市民 但是现在他们还被困在楼层里面 如果不想办法打开天台的入口 所有人只能在这里等死 情急之下 永难跑到落地窗前 准备从外面打开天台的入口 他在永儿面前 卯足全力准备来一个混马套 可是他没想到这个玻璃 是咪丁掐一揽 经过几次失败 终于在最后一次打破了玻璃 这时旁边的姐夫 却被巨大的声音吸引了过来 姐夫看着金家的毒苗要去送死 怕以后抚养丈母娘的责任 落到她的身上 就气喘吁吁地把老丈人喊来 试图阻止永难 但如果没人去冒这份险 不会有一个人能逃得出去 他趁着所有人把注意力 集中到母亲的时候 转头就开始奔向对面的天台 这一跳却撞到了防护栏上 万幸的是 他抓住了天台的边缘 曾经看不起永难的外孙 突然出现鼓励永难 永难才拼尽全力爬了上去 上去以后 在对面的所有人都收了口气 紧接着永难想通过攀岩爬上楼顶 云娅猜到了永难的想法 急速跑回大台 取出他自己收藏了锁扣 交开了永难 得到了云娅的支持 他又多了几份勇气 可是接下来 这个隔宫攀岩的跳跃 真是跟送死没有区别 这次他真的是得到了上帝的劝顾 在落下去之前抓住了石墩 但由于时间紧迫 他一刻也不敢耽搁 继续踩着石墩向上攀爬 他把安全绳绑在了石墩上面 继续沿着能下走的地方游走 墙体能够提供攀爬的固体 本身就很少 还有一些不牢固的建筑 迫使他只能顺着能抓住的地方前进 可是走着走着 就已经到了安全绳所能过到的极限 永难也很害怕 甚至害怕的都要哭了 但为了家人能够得救 他解开了安全绳 继续向上游走 等他快要接近顶层的时候 又遇到了不能攀岩的极限 天台就在眼前 这一跳如果像上次一样抓不住的话 他会被摔成肉铃 现实不是演练 他身后也不会再有保障安全的绳索 这一跳他没有依靠上帝 是靠自己的专业抓住了熊师的牙齿 当他用力把身体前倾死 熊师的牙齿却断了一颗 目前的局势很危险 如果再发生一点意外 电影都没有方向再拍出奇迹了 还好他最后爬了上来 打开了天台的入口 但是想象的并没有现实来得完美 路过的救援直升机 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云娅此时突然想到了SOS的求救信号 他让所有人把手机拿出来 打着救援信号 向直升机不停地呼救 而另一边警方也已经查到了 是一个博士制造的有毒气体 因为个人的版权纠纷 使他创造的专利被公司抢去 为了报复社会 他才释放了有毒气体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驱散烟雾 永南这边 甚至把酒店的音响都拿来向直升机呼喊 而上面还是看不到他们 此时幼稚语儿 利用酒店的霓虹灯 发出求救信号 才让直升机发现他们 似乎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救了 可是这个楼层堆积的人太多了 直升机一次只能救20人 多带一个都会面临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在这种生死关头 我看到的人性发挥了最耀眼的时刻 但无论如何 直升机已经到了能够载人的极限 等到所有人都已经散去以后 一种孤独感 让永南终于按捺不住 想要求生的欲望 面对死亡的威胁 作为女人 她还是偷偷的哭了 这时又来了一架直升机 发现了他们 但是当永南在羽牙面前吹了一个牛之后 直升机又掉头 转向去救更多人的天台 此刻再看一眼楼下 毒气已经快要蔓延到了天台 为了自救 他们整理了一下能用得上的工具 穿着防护服和防护面具 穿着在浓烟覆盖的街区 街上到处丢弃着无人接听的电话 和横插速放的汽车 为了活下去 他们必须要攀查到更高的天台 等待直升机救援 等他们爬上天台以后 这个天台也差不多被毒气淹没 再看一眼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防护面具很快就要失效 永南看了一眼羽牙 还是给自己换上了最后一个过滤器 她示意羽牙让她待在原地 转头又开始无目的地在浓烟里穿插 在这浓烟笼罩的环境之中 她很幸运地发现了一条逃生通道 通道尽头的急救箱里 还遗留着几个防护面具 而羽牙大半个身体已经被毒气覆盖 放眼望去只有她旁边的窖顶还算安全 她利用攀岩技巧好不容易爬了上去 便开始抱怨永南这个畜生 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 说什么都不会再原谅她了 话音未落 永南就顺着旁边的楼梯出现 第一时间给她换上了一个新的过滤器 刚刚的抱怨也随着永南的出现 被她抛之脑后 已经得到救援的父亲 此时看不到儿子的出现 电视里还播报着毒气将被集天台上的人们 作为父亲 她必须要保住金家的香火传承 还有躺在病床上的大姐 看不到永南 她也不能够安心养伤 所以父亲把所有的机具都攥在手里 从医院里跑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一听说是去往灾区 给再多的钱也不能去啊 随着永南姐夫的出现 透露出了她是一名海军 瞬间让司机想起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 让她把生死置之对外 此时永南和永南又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他们被困在一处健身房里 而防毒面具的过滤器也仅仅只剩下一个 若想从这里出去必须要到对面的天台 不过办法总会比困难要多 他们从酒店跑路的时候带了很多绳索 利用健身房的哑铃和绳索搭了一条临时通道 永南第一个通过绳索爬到对面 中间因为哑铃没有固定 在她身体前停时差点掉了下去 不过最终还是顺利的通过了 就在永南开始向对面走过来时 对面的楼下已经开始涌进了大量的毒气 这么巧旁边就是一个烧烤抽烟机 当永南爬到了一半 毒气开始顺着抽风管道向周围散开 永南考虑到了永南的安全就往后退了回去 此时毒气已经挡住了永昂的视线 就在她守住无措的时候 随着永南的一声惨叫 一个大块头被扔了过来 而永南也全会武装从毒气中出现 这时姐夫和父亲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 看着眼前的城市到处闪落着浓烟 叔叔开始怀疑永南是不是还能活着 但父亲坚信永南一定还会活着 紧接着旁边出现一架无人机 缓缓向灾区飞去 原来这是一家媒体公司 起初能通过无人机派出一点新闻 父亲又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求他们寻找永南 另一边云阿和永南终于找到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天台 他们利用天台上的模特 假装有很多人被困在这里 就在他们拼命地打着SOS的求救信号时 却看到了旁边一个美容学校 很多学生被困在楼层里面 而他们去往天台的入口也被锁伤了 经过观察 他们开始教孩子们如何爬上天台 但是没有接触过训练的孩子 臂力根本支撑不住身体 最后差点因此掉下去 此时天上经过的支撑机已经发现了他们 就在直撑机开始向他们飞过来时 永南看着对面的孩子 内心经过无数次的斗争 还是把机会留给了他们 但是在天上根本看不见他们的手势 于是他们就利用模特做了一个箭头指向孩子 孩子们是得救了 可是旁边的加油站发生了二次爆炸 一股气流把浓烟掀高的硕米向他们扑来 现在永南和永南又自身有危险之中 而远处还有一处极高的建筑 若想活命只能跟毒气赛跑 一路上他们一边一边搭建桥连 这时复兴收买的无人机正好经过 发现了他们 他们还没来得及挥手 旁边的毒气正迅速向他们袭来 此时电视台也接到了无人机传过来的画面 永南和永南的赛跑正在被时时全国转播 永南和永南的赛跑 这一段看了我是无比的激动 可是他们终究是比不上毒气覆盖的速度 往前走是半丈高楼 往后走毒气在追赶 而且跟拍他们的无人机也因为没电坠毁 电视台实时转播的画面也随之消失 似乎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因为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等待他们的似乎只剩下死亡 但是由于之前无人机的跟拍 被全国不良少年观看 就在他们处于绝望相拥而气势 一架架四人无人机大量出现 对他们加低了毒气上升的速度 网络转机的画面又实时转播出来 后来永连想到了一个办法 利用无人机把判刑绳索拉到对面的高楼 然后利用锁扣滑向到对面 在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两人鼓足了勇气准备做最后一次冲刺 但因为高度不够卡在了中间 眼看着无人机那头的绳索就要脱落 心急之下 永远掏出了钳子捡断了绳索 想利用惯性把他们甩过去 可是现实总是很残忍 他们最后没有通过冲刺 所有人都以为永远和永远已经载入历史 但电影不允许这么拍 就在直升机没有搜寻到他们 准备撤退的时候 他们就出现在了其中机上 这次不会再有剧情反转 永远和永远得救了 外孙也把永远当作了心目中的英雄 永远也被永远俘获了放心 但他们最后要如何发展 还要看永远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如果想知道遇到灾难以后 该如何逃生 就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